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大学生和年轻的上班族为主 一名北京语言大学大三的女生向李宗盛表示 她和男朋友在过去的三年里 几乎每个月都会来这家书店 她说她最早是通过社交网站LDQUO 豆瓣RDQUO 发现这家书店的 在书店里认识了一些同样对社会议题感兴趣的朋友 还组建了读书会定期碰面 长期以来 独立书店是中国严厉的文化审查之下的灰色的带 这家书店的员工对VOA表示 对独立书店的执法 通常是WDCO 运动是RDCO的 经营者有实惠等LDQUO 风投RDQUO 过去后悄悄售卖一些敏感书籍 包括一些曾经在中国公开出版 但后来被禁的图书 甚至还有境外出版物 合法出版物被要求下架 但最近今年管理越来越严格 一些境内出版的图书 也经常不再被允许公开出售 大约两周前 这家书店收到当局的指令 要求下架一批图书 包括作家徐志远的中国记事 和一个游荡者的世界 纪录片导演张挫波的大陆 历史学家高华的革命年代 心理学家武志弘的巨英国等 均为近十年内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书籍 《圣经》和《古兰经》 在内的宗教类图书 也不再被允许上架 在这之前 这些宗教经典 已经被禁止在网上出售 此外 反极权 反乌托邦 的LDQUO 敏感题材 LDQUO被要求不得摆在显眼位置 包括政治学家汉纳MIDBOT 阿伦特的著名书籍 《极权主义的起源》 这本书在今年中 国修宪后大卖 成为一些读者 默默反抗的相指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 北宇女生表示 严厉的沈 查和昂贵的房租 都让她担心书店的前途 但她表示只要书店还在 她仍然会常来 Lukow虽然现 在电子书很方便 但来书店还有 一个氛围的问题 而且能认识朋友 RDQUO 她说 她喜欢来这家书店 正是因为这里的人文气息 LDQUO 让我觉得受到包容 RDQUO Lukow给我思考的机会 RDQUO 而这些也许正是当局对赌 隶书店防范的原因